中华鱼冰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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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姑娘的气息 已经稳定下来了 元气也在慢慢地恢复 所以才会恢复了人心 她什么时候怎能醒过来 这个属下并不确定 虽然卢姑娘现在的气息 已经稳定下来了 但是精气的恢复 也是因人而异的 有的人需要一天 有的人需要一年 甚至更久 秦莫言 你别死 你别死 傻瓜 自己都这样了 还担心我 靠近我的话 死的人是你 你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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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 快去拿药 我没事 大人 你撑着 快呀 丞翰 来 大人 喝药 大人 快喝 丞翰 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这样 对大人已经不起作用了 现在就大人要紧 我就要醒入小兰 不行 大人 你只要下去 会为命的 那我也不能伤害她 血与佛造 大人 啊 大人 大人 交代了 等如姑娘醒来之后 过两天 就让你搬出大理寺 至于住宿 玄瑜都会替你打点好 你有什么擅自决定 把我送走 好 因为你不适合 我哪里不适合了 我觉得自己挺适合的呀 在大理寺 光是一天 就要面对上百件棘手的案子 所面对的都是你没法想象的 穷凶极恶之徒 这些潜在的危险 都不是你一个小姑娘 可以应付得来的 就这点破事 你就把我送走啊 我可以留在大理寺 乖乖当医官助理呀 而且你不是说 需要我替你解蛊毒 不需要了 我已经找到了 其他可以移植我体内蛊毒的方法 所以我不再需要你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不需要就可以把我送走吗 我不走 我也不接受 如姑娘 走开 大人 要去追吗 客栈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大人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找到最合适的客栈 明天就让他搬出去 你非要赶我走是吧 臭八卦 你一点都不可爱 一点都不可爱 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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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你们谁来说什么 我都不走 你该走了 也不可爱 我都不怕 你去帮我走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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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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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个人不是错误 好啊 那你把五色石给我 你答应过我的 在我拿到五色石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现在你可以走了吧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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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茹姑娘 请 怎么样 房间还不错吧 对了 还有这些银两 你先拿着用 如果不够 随时再来找我拿 谁心害你们这些东西啊 可以换很多条鱼的 我愿走了 肚子好饿啊 值很多条鱼啊 你去吧 你去吧 你别笑我没结册啊 我只是觉得 彭迟是回不了大理私了 那不如往前看 先颠好肚子再说吧 彭琳姐姐 儒姑娘 她们这是去哪儿啊 她们呀 是去清水寨的 去那儿干吗 清水寨有一位毒夫人 她丈夫死得早 但是给她留下一大笔财产 她因为寂寞 美宁都会来签乐房 挑选实名寄生 做她的干女儿陪伴她 那我可以去吗 卢姑娘 这可能就有些困难了 这必须得相貌才一 最上等的寄生 才有可能被选上 弘历小姐 在下先告辞了 手动下 大人 手下已将儒姑娘平安送达客栈 一切都安排就绪 这儒小兰 又没有在胡乱瞎闹啊 这个倒没有 不过她好像有一点点失落 那花消用的银料你给她了吗 属下给的银子啊 足够她花一年了 对了 她爱吃鱼 我记得那个客栈 大人放心吧 属下调查过了 方圆一百尺之内 清蒸鱼 烤鱼 炸鱼 焖鱼 焖鱼 通通都能买得到 还有小鱼竿呢 送过去了 大人 您要是实在不放心 您亲自去看一下儒姑娘 不就得了吗 这大理寺案件繁忙 我哪有心情惦记她 大人 什么事 今天太子来找过儒姑娘 属下实在不好隐瞒 就给太子说了 儒姑娘现在是在客栈 里面 太子可能就 不是说没哭吗 哇 这么多啊 这是本王特地 让御厨做的糕点 本来想打算去趟大理寺 但听他们说 你搬到了这里 太子殿下很好吃啊 你里边吃一个 这本来就是 给儒姑娘准备的 看你吃得这么开心 盆外就放心了 太子殿下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不好意思了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 用得到我的地方 尽管提 既然儒姑娘这么说呢 那本王还真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啊 不要了吗 太子殿下 这样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太子殿下你别弄了 来来来 我来我来 是这样子的 给我住手 本王上次听说儒姑娘 会阴阳术 便向她请教了一些 简单符咒的画法 大理寺卿 有必要这么激动吗 微臣施礼 请太子殿下恕罪 没事 今天的符咒课就到这儿吧 下次本王再带一些糕点 向儒姑娘请教一些阴阳术 随时欢迎 一个女子 就这么随便地把一个男人 叫到自己的房间 成何体统 她又不是别人 她是太子殿下啊 太子也是男人 你不是也是男人吗 你一个男人 这么个大白天 来我房间干吗 要不是你一直惹祸 我才不想来 吃这么多 你不怕闹肚子吗 我才不会来 人家太子殿下那么好心 拿那么多糕点过来 怕我无聊陪我聊天 你呢 做一个太子又一个太子 看样子你是真挺喜欢太子的 太子殿下惹你了 你都把我赶出来了 你还关心我喜不喜欢她的殿下 好 从今日起不管你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再关你 好好照照你的脸 来 好好好 好好好 慢用 慢用啊 吃这个 慢用啊 好好好 来 请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长瀚 我们都找了这么久了 你确定你说的那个 百草药精真的存在吗 一定有的 师父说过 年轻的时候他曾在这里 看过那本书 里面详细记载了 治疗蛊毒的方法 找到了吗 这不是我一直在找的 绝版春宫图鉴吗 你看看 这温柔的色泽 细腻的鼻触 又在说不正经的 赶快继续找 咱们男人之间 就别装什么君子了 放心 这本书拿过去 一定跟你分享 第一次见到 比和尚还亲情广运 这个 是你要找的百草药精吧 染患蛊毒者为基因体质 若要根治需得鬼草 以阴制阴驱除体内蛊虫 鬼草性裂属基因之物 数量极为稀少 所以只要找到这鬼草 就有机会治愈我体内的蛊毒 是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 鬼草的数量极为稀少 而且通常生长于渺无人烟的深山 难以寻得 大人 属下听说 最近有一些流浪的钥匙 和养蛊人来到山寨 不如我去打探打探 或许能问到一些什么线索 也说不定 大人 属下也去查找相关资料来 长恨 有件事情 我想麻烦你一下 吃得太撑了 肚子好痛啊 谁啊 进来吧 长恨 你怎么来了 这是什么 药粥 长恨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多仗义啊 你都不知道 昨天下午清磨炎 一来就把我骂了一顿 陆姑娘 你误会了 其实这碗药粥 并不是我为你准备的 是大人担心你昨天晚上吃得太多 所以特地命我送过来的 不对啊 他如果那么在乎我的话 为什么要帮我赶走啊 陆姑娘 有的时候 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思考问题 你也得按照别人的想法去思考 包括大人 就好像 有的时候 有些说不出口的话 才是最真实的想法 你先慢慢吃 我走了 说不出口的话 才是最真实的想法 说不出口的话 这个清磨炎什么意思啊 难道它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卢小兰 卢小兰 你得好好想想 是不是昨天发生了什么 长恨 你没事吧 莫言 莫言 别怕 莫言 来 来 难道是因为那个碗 太凶了 不至于吧 就一个碗而已啊 好啊 既然你不跟我说 那我就自己查清楚 不 首先 我得先进入大理寺 但是 我要怎么才能进去呢 有了 小二 你们店里所有最贵的菜 最贵的酒 都给我来一份 来一份 来一份 今天大家吃的喝的 都算我的 好好好 卢姑娘真是好兴致啊 太子殿下 你怎么也来了 那正好 我今天请你吃饭 你想吃什么尽快点喽 好啊 坐吧 霓裳 你也过来坐啊 多谢卢姑娘 霓裳心里面 只是和殿下同坐一桌 并不合适 好吧 想要上菜 大大殿下 我们喝酒 干杯 快喝杯 小二 再来一壶 卢姑娘 你有些喝多了 你不能再喝了 这点酒量不足挂吃 来 再来一杯 我们一定要把 所有的钱都花光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钱 都花光呢 因为金莫言说了 我把所有的钱花光之后 我就可以回大理寺找他了 所以呢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 所有的钱都花光 这样我就可以回大理寺了 我倒是想问问 那个金莫言 为什么要把我赶出来 若姑娘似乎很在乎金莫言 我才不在乎他呢 我只是 不喜欢这样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事情 太子殿下 来 我再来一杯 喝啊 别闹了 不如到本王身边吧 我现在不就在你身边吗 我们一起喝酒呢 来 干杯 不单是喝酒 本王的意思是 希望若姑娘可以进宫 一直陪伴在本王身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你 打从第一次见到你以后 我就经常想起你 随着一次次见面 想你的思绪越来越浓 想见到若姑娘的心情 越来越迫切 若姑娘可能今天有点醉了 你现在可以不给我答复 但本王希望明天你醒了以后 还记得这番话 都是真心的 若姑娘早点回去 本王先走了 太子殿下 你别走啊 你再喝一杯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别走啊 我先走了 兄弟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我去方便一下啊 好 去吧去吧 我 啊 哎呀 哦 哦 啊 哦 你到底是谁 行 大人 这 你没事吧 大人 我没事 那些人是怎么开门的 我刚才在庭院 看到有人也被袭击了 刚才那个人 大人 还有一件事情 清莫言 我给你 我们去年初 最年后 我们去年初 有什么东西 去年初 我 你 你 我 不 我 我 想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